九合一大选登场 今天南台湾天气都还不错 挑战屏东县长大位 民进党周春敏 国民党苏清泉 还有时代力量詹志军 通通在上午完成了投票 而台南市的部分 争取连任的黄伟哲 一样早期抵达了投开票所 面对下午即将揭晓结果 候选人都说心情轻松 好天气也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穿西装打脸带黄伟哲投票日很正式 一早九点左右投下手中选票 今天是风和日历好清朗 大家赶快来投票 晚会结束以后回到家 早都没洗 就倒头就要大睡了 今天早上来起来洗澡 市长也不能做第三任 所以这个是我市长选举的最后一站 回首一路走来 真的是感触良多 争取连任 自贫尽全力 尽等结果出炉 对手谢龙介也差不多时间 单枪匹马抵达 投开票所 投票是权利也是义务 镜头往南挑战屏东县长大卫 唯一女性候选人 民进党周春敏和妈妈双手 看刁刁一起来投票 心情也轻松也很稳定 决胜算如何 信心十足 决胜负关键时刻 周春敏心情相对轻松 努力过后一夜好眠 屏东三抢一 竞争对手国民党苏清泉 时代力量詹志军 同样上午投好投满 至于现任县长潘孟安 带着老母亲投票前 先到庙里拜拜 我任期最后一次的投票 完成一场历史的民主饗宴 南台湾好天气 候选人早早投完票 就等下午四点开票 揭晓结果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